Va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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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哈囉 大家歡迎收看這一期的 三首會員推車 來到現場 再來幾年了 2017年的 阿發Romeo的 這怎麼唸 Julia 真的是Julia喔 我很怕發音錯誤 被網友糾正 你知道嗎 我發音也不標準 反正車友比較不會被吐槽嘛 你們要吐槽 你們自己自相殘渣 我發音錯了會被酸民吐槽 這個我們的會員小宇 從桃園平鎮 一趟路開上來 想不到你看起來一副 陽光宅男的樣子 開了一台這麼帥的車子 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爸爸了 看得出這個是好爸爸專用車嗎 看不出來 阿呆你有沒有黑箱作業啊 你是故意抽一台這麼帥的車來參加 沒有我報名好多次了 你報名好多次了 你報名幾次了 第三次 第三次終於抽到了 對對對 我一直在那邊期待 好你有沒有緊張 有一點點 不用緊張啊 我們前一集全歌墊著 你不用怕 哈哈哈哈 這台應該沒有塞過V8或V12吧 沒有沒有 應該沒有吧 這V6而已嘛 對對對 塞得下塞得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不好 我們來介紹一下2017年的 然後在你手上幾年 2021年買的 差不多三年左右 然後你當時買的時候是 一萬八 一萬八 現在已經六萬五了 哇那你也開了 將近五萬公里 先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你覺得這台車你開五萬公里啊 好不好養 不好養 哈哈哈哈 這麼快喔 沒有啊 這麼直接 今天老婆又來耶 可以這麼直接就講不好養 這樣才有那個啊 對不對 才有林用姐 嘿嘿嘿嘿嘿 嘿嘿 oke 還是你有沒有浮爆 沒有浮爆 很沒有浮爆 多爆會被罵 對 然後他車友就會講出來 說你車 GDP不是多少錢 喔 會收六嘴 被車友出賣 對對對 那今天這樣子好不好 給你一個告解的機會 也是 先跟老婆講 今天講出來的 不能罵他這樣 我們趁這個機會 給他一次告解 我不會罵他 只要拿同等的錢出來 給我買東西 我就可以 哦 是這樣子嗎 你今天有沒有這個 有沒有打算 在這個節目一次 把他告解我 告解我 老婆說他不會罵你 只要拿同等 價差拿出來就好 報位就對了 對 這個世界上 百分之99的事情 可以用錢解決 剩下百分之1 你只需要用更多錢 就可以解決了 好像有道理 好不好 先跟觀眾朋友講一下 他的前一台車是 野馬對不對 野馬 是哪一代 6.5 6.5到1 2019的 那時候你開了幾年 那時候三年多一點 所以你那時候開了三年多 然後換了這台 對 因為那時候 野馬修太多了 引擎變速箱 修到那邊去了 那一大野馬 可以修這麼多 蠻多通病的 引擎會吃水 就要換氣缸電片 因為它那個是開放式水道 然後包含說 那個它的電動窗 它那個六角鎖 會晃 對對對 然後以及說那個 好像加滿油會 加油的時候會跳起來 那個叫做油氣驅動法 還是電磁法 對 對啊 然後還有修照地燈 它會糊掉這樣 對對對 它馬看起來到最後會變成驢 對對對 會糊掉的 好 我先問 你覺得野馬跟這一台車 照顧 你說野馬也很多問題 到目前為止 兩台車你覺得照料起來 以金額來講 你的感受上面 哪一台車 不要講改裝品 對對對 照料上面 就是保養 對 你覺得金額來講 這一台 比較貴 野馬的話 畢竟它是福特體系 所以它保養滿便宜的 保養 小保養一次 四千多吧 然後大保養頂多 不會破兩萬 頂多一萬八 對對對 那這一台 小保養就一萬 對 上下 然後大保養的話 差不多四萬多 你那時候野馬是在原廠嗎 對 我都在原廠 因為那時候都有保固 因為這個都一定是外廠 這沒有原廠 沒有原廠 而且你剛剛還是用原廠 比外廠的錢 還差那麼多 對不對 而且再來一個是零件 這個費用又差很多 對 還有輪胎消耗 它差不多一萬公里 左右就輪胎下課 這是為什麼 我覺得動力 因為我有問過那個輪胎廠 它也是說 摸起來就很平均 可是它就是比較費輪胎 它馬力 馬力比較大 它動力比較大 這個當初 應該也有不少的選配對不對 因為我記得這個有分兩種版本對不對 2.0 對2.0跟2.9 2.9 如果是2.9的就是屬於比較性能版本 對 春後驅這樣 2.0是前驅的 有後驅跟四驅 那你這個是這個2.9的後驅的版本 介紹一下 它這個跟一般的這個2.0 外觀上 配備上的差異 如果說 標配的話 就是碳纖維引擎蓋 跟碳纖維屋頂 這屋頂是碳纖維 我也是貼膜的 有貼起來啊 它原本是紅色烤漆的碳纖維屋頂 然後你又幫它貼一個碳纖維的膜 然後還有碳纖維下巴 時速超過120它可以上下 會吐舌頭啊 吐舌頭哪裡 這裡 一塊 超過120公里 它會為了空氣力學 真的假的 這麼帥 那這個不小心 K到這次辦法 可能不便宜喔 不便宜 就超過120就對了 對 超過120 超過120 那在台灣 有這個機會嗎 台灣限速最高110而已 沒有 沒有 超速就有機會 你到底被酸民罵了 有酸民在旁邊說了 超速它就有機會下降了 所以這個就是台灣的這個 測速器 對 不是啦 問題是它下降裡面會說嗎 會有燈號嗎 不會 所以它有沒有下降你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可是有看過車友有下降過 沒有 那個國外車友 國外車友有下降過 哎呦 你閃得蠻快的 哈哈哈 我現在想到一件事情啊 你怎麼看到它下降 開的人也看不到 它等等 等等也可以手動下降 去按 哦 前面是有一點比較難看得到 好 還有什麼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傳動軸它也是碳纖維 不過它2.0跟2.9都有 都有碳纖維的傳動軸 它兩個有兩個水冷在左右 艾快羅密歐的最帥的就是 大牌一定要在旁邊 有沒有 現在已經沒有什麼車可以 將大牌鎖在旁邊 哇 法拉利的卡錢耶 對 這是我自己去改裝的那個 我看這碟盤那麼漂亮 就塞了滿滿的390 我跟你講 艾快羅密歐最漂亮的就是 它的一系列的鋁圈 它的每一個鋁圈都很經典 好 2.9才會有這個葉子板上面的散熱孔 2.0的話 它是封起來的 側下巴 這個卡牧的側下巴 啊 以及尾翼也是 然後它的後下巴就沒有碳纖維 四處尾管 對 四處尾管原本就有 只是我後來 自己買那個蝎子 哦 蝎子管 它是鈦合金的 鈦合金的 然後以及方向盤也是選配的 欸 這個SPACO賽車椅不錯耶 還蠻好做的 我太太沒有嫌 這非常有質感耶 這一咖起來不便宜耶 不過我們那個 它就寫美金好像2700吧 你覺得蠻好做的啦 對啊 因為剛好問你老婆說 這個坐起來比爺蠻好做 對啊 我們都從高雄開上桃園這樣 都不會覺得腰痠背痛 不過我覺得這椅子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可以釋放後座空間 對啊會比較薄 它比較薄嘛 所以是後座的話空間就會蠻 會比較足夠一點 連這個內裝的皮色也都是紅色的 紅色是有選的 原本的話是黑內裝吧 我覺得 愛怪羅密歐的內裝就是要鮮紅色 對啊 我以前最早的時候 我曾經開過一台 146內裝全部弄成鮮紅色 而且愛怪羅密歐以前的主流顏色其實就是紅色 對啊 不是這個色號 但是其實以前是鮮紅色的啦 來我們來看一下後座的空間如何 你多高我看 跟我差不多高 179 差不多高 比我高一點點 對啊 欸後面空間蠻大的 欸真的假的啦 這個 我習慣坐比較前面 喔是喔 因為這樣看起來後面好大耶 怎麼可能 等一下我坐一下 我不相信後面很大 應該要調啊 對啊 我坐比較前面 不過後面啊 雖然開度還蠻大 可是它這裡 因為它有縮起來 喔對 所以其實這邊上下車感覺好像有點 局促 有沒有它這邊稍微 它比較難上下車 對它縮口有點縮小 我來試看看 喔其實真的蠻大的耶 有沒有 很輕鬆耶 但是就 裡面也是有點短 也是有車紅線 那中間也是有做一點 擠皮這樣 然後頭部其實後面 因為它有點跑車 所以它後面都往下收有沒有 所以其實我的頭髮已經有點 頂到 屋頂 那一台本來安全帶就是紅色的嘛 沒有我改的 然後後面有兩個出風口 有一個充電孔 那我跟你講 義大利人就這樣 你來看這邊有一個杯架 我就問這個高度要放什麼飲料 那個啊 兩二多 哈哈哈哈 有就好 義大利人就是他媽 做東西就是這樣 它只讓你放一杯 Espresso 你知道嗎 就這麼短耶 有夠誇張的 我看一下有沒有中央指手 沒有 帥沒有 連中央指手沒有 你看後面的杯架在哪裡 意大利人做的東西就是這樣 超屌 它想怎麼弄就怎麼弄 讓你車主發動一下 讓觀眾朋友聽一下引擎聲音 我來後面收一下你的引擎聲 好 好來請發動 你這應該沒有閥門對不對 有有閥門 所以現在是開的 對 那如果關掉呢 這樣 那關掉踩一下什麼聲音 它有自動 對 你這應該自動的對不對 就是跟著你的那個 轉速的嘛 對 它過四千五百轉以上 這個儀表看一下 還蠻帥的 它帶著一點點灰階的那種 顏色的感覺 介面是全英文的 對 因為它中文的話 只有簡體中文 可是我覺得簡體中文比較沒有 像英文那種辨識度那麼好 當然是要寧願看英文的 也不看簡體的啦 是不是 沒有我只是修飾一下 哈哈哈哈 其實是比較沒質感 其實是比較沒質感 是不是 哇 知道 來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後車廂 看後車廂你覺得夠不夠用 啊 蠻深的啦 很深 其實蠻深的 很寬度啊 那個開口比較窄 嗯 它這個哈曼卡的這邊還有多一支喇叭 對 對有 跟你太太聊了一下 其實它整體啊 覺得從野馬 是 換到這一台車其實還蠻滿意的 對 它滿意的 乘坐的舒適感上面 因為 野馬比較晃 它畢竟 它走向還是比較舒適 會比較晃 對 它覺得這一台的話就是很穩 欸 不過算算時間 你好像是在生小朋友前你就換了耶 它懷孕的時候換這一台 所以真的也是為了小朋友嗎 還是說 對啊就為了小朋友 因為野馬後座老實說安全座椅很難塞 對 而且進出不方便 那時候原本長輩說要換休旅 啊我覺得 我還是喜歡 還不想那麼早放棄 對 還是堅守一下 再生一下 循序漸進 應該不會 它不會壞 真的喔 因為我 你這台再來還是不會換休旅的 因為我開過我爸的休旅車 我就覺得太晃了 真的假的 是什麼車你爸爸休旅車 Discovery 太晃了 太晃了 對啊 那個已經 我覺得太醜了 那已經很緊繃了 沒有沒有 太晃了 怎麼太醜了 你看一次得罪 節目Disco 會被告你知道嗎 很兇耶 你知道那個牌子的車主很兇 告到底耶 哈哈哈哈 對啊 那個已經很緊繃了耶 對啊 那個也是氣壓懸吊了 氣壓的 對啊 那個你還覺得不行 那個舒適度已經很高了耶 所以你可能你一直都會是轎車喔 不然就是可能之後很旅行車 好旅行車 對啊 可以放的東西更多 對 夢想是M3 Touring 哈哈哈哈 夢想 欸 跟全哥一樣喔 所以 難怪 B&W在台灣賣的不錯耶 每個人來都M3 Touring耶 怎麼會這樣 所以以後我們多進一間M3 Touring 賣我們這些會員就好了 那是最好 那以後我們轉型了 都進M3 Touring就好了 還是 這些人都全哥 全都全哥 每個人來這邊全 那大家都M3 Touring 我們進了一堆沒人買 你看 夢想 對 每個人都說 沒有啊 我只是嘴一嘴而已 對 夢想 你看都來這邊全 哈哈哈哈 好 我們上路來試一下 再來測到你 看起來很帥 開起來不知道怎麼樣 好不好 上路測試 Let's go 師傅師傅 要怎樣才能像你一樣 賣車賣這麼好 啊你就太皮疤了 講又講不聽 聽又聽不懂 懂了又不會做 啊做又做不好 好又不持久 九六開始爛 啊爛了我又念 念了你又閒 啊不念又裝沒事 啊沒事又開始 搞邱情 啊算了算了算了 反正喔 我跟你講啦 環式從模仿開始 就跟唱歌一樣 周杰倫在模仿大賽裡面 他自己只能得第15名 挖細紙張學友 沒有沒有沒有感覺 張學友在張學友模仿大賽 只能得第2名 那第1名是誰 細紙張學友挖分行 我知道了 我先去跟你穿一樣的襯衫 那要去哪裡買啊 來 蝦皮買進廣告 第1款冰狼城襯衫 這是我照片 整台玩冰狼攤收集來的精華啦 第2款 魔鬼天使襯衫 裡面有我的政敵小師啦 那天使跟惡魔都它啦 還有小黑人祭司的LOGO 也在裡面啦 這2種襯衫喔 穿上去喔 就給你很有態度的啦 啊其他商品啦 T恤啦 襪子啦 連結我都放在裡面 你給你去找啦 保證給你買後 跟我冰狼城一樣時尚啦 趕快去支持起來 不要當一個看免會的人啦 電子懸吊是 它三段 第一種它是舒適 第二種是運動 第三種是賽道 因為第三段太硬了 我那個老婆會受不了 所以是非常明顯的有感 非常明顯 所以你一般你自己在平常使用 你就是用 第二段 這煞車要習慣一下 喔 對 不好意思 我沒有開過這麼高級的煞車 沒有沒有沒有 這煞車這麼貴的耶 安全著想 安全著想 不好意思 我忘記老婆在後面喔 你講話小心一點 靠一下 這煞車是在我座院 這時候換的 他說我的煞車壞掉了 然後我就說 喔 他說一要換 我說好那就換了 我剛好想說26萬 哇 它真的是太重視這個家庭 而且還不知道26萬塊有沒有煞車 有人嗆到 我真的覺得喔 可以證明了說 小宇真的是一個非常重視家庭的男人 很多男人會把錢 花在一些不重要的 外觀啊 大包啊 對不對 對啊 影音系統啊 它不是 它是煞車 它想要保證這個全家人的安全 你在坐月子的時候嘛 對不對 它一定是 你知道嗎 男人是這樣子的 小孩子出生了嘛 他忽然意識到說 已經要保護的是一個全家人了 責任了 對一定是一個責任感了 一定不是自己一個人 或是兩個人事情 是一次是四個人的事情 這個 這個 這個26萬便宜啊 你知道嗎 26萬如果只是保護一個人 貴 保護四個人 除起來 一個人才6萬 便宜啊 便宜啊 那我也可以拿26萬買個包包 反正全家人都可以 不是 不是 你這樣講 你這樣講就不對了 你這26萬 是裝四個人的東西嗎 如果是的話便宜啊 它的錢包都放在我的包包 小朋友的玩具也放在我的包包 不是問題是 你這26萬的包包花下去 它的錢包裡面沒有錢 它何需要錢包呢 哈哈哈哈 我都還沒講到車 哈哈哈哈 每次喔 這個我們的會員推車來賓 只要有這個 夫妻倆來啊 都非常的歡樂 講話都要很有美感 哈哈哈哈 你不小心回家就打 對對對 我都不知道會不會造成 這個夫妻失和啊 來來看一下 很有力喔 我剛剛一出發 我輕輕踩一下 車就衝出來 我有嚇一跳 它扭力很大 對它扭力蠻大的 然後呢 我跟你講喔 我到現在我們這個時速 已經上了這個快速道路的時速啊 我的油門腳 只有都是踩一點點而已 對 只能用寒的 開這個車其實很累耶 腳 不是耶 我現在要開到這個環洞的線速 我的腳只能 用寒的 點著而已 對啊 點著而已 就稍微放著 什麼放著 我的腳是要刻意的輕輕的放 用點的 會痠耶 我現在已經意識到說 假設我不用定速 我不用跟車 我要這樣顛到 一路顛到台中 我腳一定飛掉 這個要這樣開高速公路會很累喔 對啊 像之前下大雨的時候 那個因為跟車會失效嘛 對 然後我這樣真的腳超痠 欸這個我試了 我也算試了蠻多車了喔 我是第一次試到一台車 讓我有這樣的感覺 而且啊 因為它的油門踏板算蠻垂直的 它不是那種傾斜的 所以其實 我的腳顛的是有一點點辛苦的 就是真的只能顛一點點 所以其實你也有跟車嘛 有 然後它應該一定是半數魚 對半數魚 然後它應該沒有置中對不對 沒有 它是乒乓球 要2020年以後 對啊 因為你是2017嘛 2017其實有跟車已經算還不錯了 它是30以上 而且它是會可以殺到停的 然後再踩油門它又會啟動 可是它是要30以上 它才能設定那個跟車 我覺得你這個很 油門啊很輕盈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應該是這個 叫做碳纖維的傳動軸 傳輸非常的輕盈 但我一直聽到 覺得後面的那個輪胎的聲音有點大 喔對 它胎噪聲會比較大 前面的還好 我覺得好像後面傳來的聲音比較大 你是有前後配 對有前後配 還是你後面的輪胎用比較久 沒有一樣 同時間 你後輪驅動 對啊 那後面應該消耗比較快吧 後面其實差不多 它前面是245 35 R19 後面是285 30 R19 這麼寬喔 對 後輪比較寬 超寬耶 不過我能夠體會你 太太說這台車比較舒服 因為這台車的底盤 真的蠻棒的 就是它過坑洞 是那種 彈跳吸收的很好 但是開的人又很爽 就是你的過彎啊 整個那個底盤的那個轉向啊 都非常的明確 但是我覺得坐的人 不會覺得有那種不舒服的晃動感 感覺會很好睡耶 喔對阿 他已經快睡著了 他已經快睡著了 他每次上車 他們三個都會睡著 熟悉的感覺 他小朋友是要開閥門才會睡著 欸怎麼 你是第二個說這種 哇 上次那個全哥也是這樣講 說要有那個排氣管的聲音 小朋友才睡著 好 沒想到是真的 因為我沒有小朋友我不知道啊 對啊 他們關閥門的話 他們會比較難入睡 還是睡得著 可是時間會比較久 而且速度太慢 對速度太慢 停紅綠燈的時候也會醒來這樣 他們很小的時候 嬰兒的時候 哇 連續兩次會員推車都這樣跟我講 原來小朋友喜歡聽那個聲音 長知識了 好不好 所以螢幕前的觀眾朋友 好爸爸才應該改排氣管 因為這是因為小朋友好睡 不過我發現你這個A柱其實死角蠻大的 對死角蠻大的 對不對 它這個A柱死角其實蠻大的 再加上這個後照鏡 它全部都坐在這邊 這一趴死角其實蠻大的 所以過馬路就要特別注意一下 小心對不對 那目前為止啊 你開這台車到現在啊 有沒有什麼最大的怨言啊 或者是 怨言喔 它比較 就是它比較 會要注意溫度 它會抓溫度 它一帶一車即使到了 現在2024年 還是這樣嗎 你覺得 它有改善很多 因為畢竟它有兩個 兩個那個水冷 對 所以說它換掉水箱筋就還好 如果用原廠的話就 如果塞車的話就會 比較容易抓溫度 然後如果說塞太久 如果說那種有節慶的國慶日還是什麼 如果塞太久 我塞過半小時至一小時吧 它就會 左模式 左DNA模式 如果你再繼續塞下去它就會 就是垢樓 蛤 你有遇過嗎 有遇過兩次 那垢樓是怎樣垢 它就是 你要打開引擎蓋休息 10分鐘左右 垢樓就是直接不讓你開喔 對不讓你開 它就是完全鎖住 它初步症狀的話 它是先鎖模式 那你那時候你可能就知道 就該休息了 對 你就要停路邊 然後打開引擎蓋 然後賽賽車這樣 然後爪帥白個POSE這樣 你遇過很多次嗎 還是兩次 我換過水箱金以後 就改善蠻多的 就換散熱效率比較好的水箱金 到現在還是會 這個我有點難想像 我以為應該已經在 時至今日應該已經 這方面應該已經改善很多了 不過新款的我比較不希望 因為這個也是比較 也是七八年了 七年了 對七年的車 還是會 那還有什麼你覺得比較 就是它的通病吧 就是比較要注意 就是說它汽油Bump比較會壞 你有修過嗎 有 我有換過一次 也有修過 換過一次 貴嗎 差不多一萬七上下 也不貴啊 也還好啊 一萬七上下 那需要等料嗎 不需要 因為好像有專門修Alfa的 他們都有備料 都有備料 那時候我當天壞掉 我是在高速公路 汽油Bump爆掉 然後我就叫拖車拖去 當天就修好 那你開這台車有等過料嗎 等過那個電子手煞車 等多久 差不多快一週 但電子手煞車壞掉 你車還是能開對不對 還是能開 它就是會跳故障燈 剩下的話 就一般保養耗才換而已 我看這台車 連在超車 我都只有踩一點點而已 對啊 它不用 它踩到底會 會真的 拘力太強 那因為這個 會員的車 我也不太敢給它踩太難 我怕等一下一踩就甩尾 會不會 運動模式不會啊 要賽道模式 它就會關那個 防滑 對 不會關防滑 就會比較危險 你有甩過尾嗎 雨天的時候有 真的假的 有甩過兩次 雨天 是不小心還刻意 不小心 沒有沒有沒有 我不敢刻意 轉彎的時候 下雨天 我必要硬拆它在哪裡 對 那時候又是半路的龍胎 就有滑這樣 就是後來又浮回正確的道路 就是撇而已 沒有轉圈圈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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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後來我就換接胎比較多 嚇到了 對啊 不過這倒車的螢幕是有點小 很小 有點可愛 而且畫質不真 探讀上面其實坦白說 還有一點小辛苦 對啊 對不對 其實是有點小辛苦 要習慣一下 所以它在高低不能調 它就是軟硬上 對軟硬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一個Race Race 然後它就會都關閉 自動跟車什麼都會關閉 前方 控撞啊 什麼全部都關閉了 對 然後閥門就會開啟 然後它就不會斜缸 因為它油耗滿修 它四驅就有三公里 四驅只有三公里 對啊 真的假的 對啊 它高速的時候有到10或11 因為它有斜缸模式 它高速的時候如果沒有開賽道的話 它會斜三缸 然後另外一三缸做動 我知道 會休息 就讓你省油一點 其實我覺得這樣很棒 對不對 我需要 我不需要那麼快的時候 你就讓我省油一點 對不對 我需要的時候 你就全部給我這樣 那耗有點沒關係 我現在就要輸贏了 對啊 你媽的你就都給我嘛 對不對 這次這種感覺 不錯不錯 我們要下來做個結尾吧 八億金庫 世界無敵大美女徐海莉 好啦 試圍來了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小雨 還有她的太太流連 來跟我們分享她這一台夢想的車 這樣聽起來 我跟你講開 會想要開愛快羅密歐 阿發羅密歐的男人 都是很浪漫的 而且開這種車的男人 除了浪漫以外 還非常的有這個 一股灑勁 是嗎 對啊 就是無論她花了她多少錢 她都無怨無悔 對啊 值得 對啊問她什麼時候要換 沒有想過 沒有想過要把它換掉 對不對 目前還沒有 對啊 目前還沒有想過 繼續無怨無悔的 繼續照顧下去 對於這種浪漫的義大利車 依然就是我 腦海中 想法 觀念當中的那樣子 的一個 義大利車 非常的任性 非常的 妖艷 妖嬌 你咧 想怎樣就怎樣 想怎樣 對 這也體現在小雨的 另一半上面 好好的照顧她 好不好 也祝福你們幸福美滿 跟這台車 跟老婆 好不好 謝謝你 喜歡我們的會員推車影片 也要記得繼續 幫我們用力的分享下去 訂閱起來 下次見 拜拜 記得 記得